MING PAO TORONTO 哈囉 江江 今天呢 重新拍這台Z-190 卡林的 OK 那 那 一開始的話 它會有這個基本的 輪窟喔 好 那 它有很多可以選擇 看一下 它輪窟的部分 這個 這個是螺酸式的喔 碳纖維的 包含底座 先用這個 碳纖維的好了 保險桿 OK 它可以 它可以先把那個保險桿移除 然後它有外露式的 呃 外露 真的很像賽車 這個 甩尾型喔 然後保險桿有什麼 它可以移除保險桿 然後它有拖架 不曉得拖子 還有拖繩 擴充的套件 擴充的套件 支撐保險桿 好 先這樣喔 那它的引擎呢 它的引擎 因為它的引擎蓋擋住了 所以 看不到東西在哪裡 所以 看一下 這個也看不到 所以你要先把這個引擎蓋把它拆掉 我看一下它怎麼拆掉 這裡這裡 先把它移除 OK 然後你再去改這個 引擎的機體的部分 OK 它是那個上面那個 引擎的花紋 裝飾啊 貼滿滿 最近還蠻多貼滿滿的東西 看鮮呢 給它個貼滿滿好了 這個支撐桿在上面 這樣有點花耶 我覺得 一般的就可以了吧 先這樣 引擎裝飾 這是裡面的 它連水箱一起換 我用最好的啊 這個金額呢 之後呢會不一樣 所以 這個參考而已 就看一下它外觀就可以了 排氣管的部分啊 嗯 唉唷 OK 測出在旁邊的 左右兩邊都有 四口粒在前面的 六個 油箱 它有那個蓋子 這樣子開車不就有煙在旁邊啊 這個設計好快 OK 先這樣喔 水箱護照 移除的話就變成 露出來了 碳仙格 靈格 不好意思 引擎蓋把它裝回去啊 我記得它有一個是可以把那個引擎露出來的 OK 這樣OK啊 特製引擎蓋 我想說既然有改了就給它露出來 這個套巾我不改 塗裝 看一下塗裝 它有些顏色跑不出來 我先換一個噴漆顏色 白色 好是不是 應該先把這個 我先把這個外觀先把它弄出來 再用塗裝 因為我這樣子會比較好看 顏色的位置 腦流板的部分有這麼多選擇 它好像是區塊性的 有啦還是有這種 上面的 那 這台跑車如果 滴炫掉 那 這樣子會比較好嗎 拉高一點好了 變速箱 當然是用最多 車窗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塗裝的部分 呃 是條文的 橘色 更低是什麼 更低是它的名稱啊 贊助商重擊 全部都是贊助商的LOGO 然後 柴狼標數 藍色 藍色柴狼 然後紅色卡鈴 這次的塗裝還蠻有設計感的 綠色卡鈴 先點拉力 這個有點花 就選這個跟我的封面一樣的 看一下那個 複色掉的地方在哪裡 然後是那個把手 把手的顏色 應該沒有差啦 應該沒有差啦 我覺得就 黑色好了 黑色 巧克力色 這個 隨便啊 看起來就深色啊 裝潢 哇 裡面是木文字的耶 這樣子還蠻高級的 這個好了這個 看一下後座 皮革的沙發椅耶 OK 留不然我再看一下可以換什麼 喔 後面有LOGO LOGO 後面如果換成扁的話 就 就沒了吧 只剩下上面了 還行啊 還OK啊 他如果換 我看看 他如果換這種大的 就沒有LOGO了 好 好用這個原本的設計啊 OK 那我們就先出去 要天 天黑了 又要天黑了 又要天黑了 真是的 好 噴火上面 看一下 我總覺得在前面不太好 好 加速還蠻快的 看一下第一人稱的部分 那個噴火是 很吸引我的目光啊 沒辦法好好開車 這個煙也太大了吧 我想換一個啊 這個 這個好礙眼喔 塞車喔 欸 挖到我的車了 哎呀 下雨了 我們來看一下 他的 防滑功能好了 加速再左轉彎試試看 好 起步感覺很硬啊 不好踩 好 我們看一下他大燈好 兩段式的 OK 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啊 記得幫我分享出去 然後給個大大的喜歡 下次再見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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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